启示录第八章 高杨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两颗。 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 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 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嵌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 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 虽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 拿着七只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 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鲍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 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 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 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 海的三分之一变成雀。 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 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 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重水的泉源上。 这星名叫阴沉。 重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 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 第四位天使吹号。 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 以至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 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 黑夜也是这样。 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 并听见它大声说。 早为天使有吹那其余的吐。 你们住在地上的谜。 不在!不在!不在! 不在!不在!不在!不 paten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